新北市社会局举办113年基优社工纪设政人员表扬典礼 一共有61位社工70位设政人员获奖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颁奖 除了感谢社工人员的付出 也允诺会做永远的后盾 新北市社会局举办113年基优社工纪设政人员表扬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 他表示这阵子社工受到了外界非常大的关注 也知道面对这些舆论 社工人员是盖瓜承受 并依旧默默在守护着个案 让他非常感动 无论任何批评责任 社工盖瓜承受 没有为自己辩驳任何事情 默默地承担 默默地守着 自己的单位上 我非常的感动 今年一共有61位社工 70位设政人员获奖 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 同时表示每一位社工人员 在访试个案时都可能承担着风险 所以他特别叮咛警察单位一定要陪同 希望让社工人员都能够安心且平安的为社会服务 下一次你敢不敢再进去 下一次会不会再发生事情 这些都是社工变对所有挑战 我曾经跟我来新北市的警察说 要社工的任何要求 一定要陪同前来 不能让他出一个事情 4月2号是社工日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非常感谢辛苦的社工及设政人员 大家都像是无声战士 或许在面对困难时会难过会沮丧 但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信心 莫忘初衷 市府团队会做社工伙伴的永远后盾 与大家并肩而行 记者杨邦友 朝方琦新北市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